谈论区风险 首先应当搞清楚 风险是什么 源头在哪里 中国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发挥的重要作用 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致力于推动解决沙特伊朗复交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是百年变局当中当之无愧的稳定性力量 确定性源泉可预期应付 中国是机遇不是风险 把中国当作风险的来源完全是搞错了对象 当今世界不合作是最大的风险 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 不团结是最大的挑战 各国应当共同防范的 是政治上搞阵营对抗 策动新冷战的风险 经济上搞脱钩锻炼 驻小院高强的风险 军事上四处干涉侵略 扩大武装同盟的风险 外交上搞内病外治 对外转嫁危机的风险 舆论上煽动分裂 鼓吹对抗的风险 中国不是这些风险的来源 恰恰是防范化解上述风险的坚定力量 以区域风险之名行去中国化之实 实际上是去机遇 去稳定 去发展 本身是在制造风险 扩散风险 没有人能从中受益 近一个时期 多家跨国企业高管 立即访华 以实际行动 支持对华合作 我们愿同有诚意的各方一道 加强对华合作 共同防范化解 真正的风险 为世界和平与安全 全球发展与繁荣 注入正能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